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说到宁夏的羊肉就不得不说一下宁夏的摊羊了 宁夏的摊羊肉自在一点酸味 然后还自在一点咸味 因为宁夏比较少雨 少雨 盐池也多 盐池多它就煮好盐 他们那边的羊都是喝咸水长大的 所以说他们那边的羊肉质会更山 然后味更重一些 就是喜欢的人真是喜欢的药词 然后不喜欢这种山味的人真的是望而却步 当然我是喜欢羊山味的人 所以今天就点了一大桌子 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菜吧 今天的菜上到羊头下到羊蹄全都一应俱全了 比如说中间这个C味的 就是他们家的宁夏烧羊头 这个羊头直接是一皮两半 然后这里面还有羊脑啊什么羊头肉都在这里面了 这边是它的蘸料 然后这边呢就是羊脖两吃 这边有直接是手切羊脖 中间有做的是香辣羊脖 这边就是下面的羊蹄同心蒸小羔羊 其实这个是四份 它是一小份一小份的 我是直接点了四份 然后让它汇到了一个大锅里 爆炒羊羔肉手把肉羊杂脆 除了今天点的这些肉呢 还点了两个凉菜 就是宁夏特色大五口凉甜 还有宁夏枸杞娘 还有两个主食 就是这个烤花膜 还有这个蕎麦卷饼 好了那我就要开始吃了 看看今天第一口献给什么 手把肉吧 这个手把肉啊不是那种 我们平常吃的那种手把肉 就是羊排 切到平平整整的码到盘子里 它这个手把肉是羊身上的各个部位 然后放到锅里炖的 炖完了之后捞出来然后切的 看肥肥的羊肉 哇 哇 因为今天需要蘸的肉实在是太多了 然后这个蘸料都放在旁边 我已经分不清了 我看这个红油的香 我就直接蘸了一个红油的 哇塞 晚上这种肉 它就会更山一些 但是羊肉嘛 不就是它的山味吗 我觉得不可以说它山 可以说是羊肉味特别足 好 好然后这个手抓肉呢 它是论筋卖的 然后今天我一共点了两斤 好吃下一个 爆炒羊羔肉 我真的头一次见就是爆炒的菜里面 会放粉条 感觉粉条把羊肉的汁都给吸了 我刚才问小姐姐 我说您下的爆炒的羊肉 我说就是这样块的吗 不是应该切片的吗 她说就是这样块的 块的才是正宗的 这个粉条真的像我刚才说的 浓浓的锁住了里面的汤汁 嗯 黏黏糊糊的 这不就是在汤吗 这一大块肉 一大块肉里面没有过多的骨头 好 下面这个羊脖吧 这个叫一拨两吃 中间是炸过的羊脖 然后辣炒的 然后两边就是手馅的 然后沾着蒜泥汁 我尝尝中间的辣炒的地方 辣炒的地方就是有骨头的了 它瞬间炸过 炸的酥酥的 外表有点焦香 裹着厚厚的一层 辣椒粉 还有自然粒之类的 但是真的不得不提醒大家一句 宁夏猪丁拌的羊肉味 真的够臭 就真的如果受不了这么山羊肉味的人 不建议大家打卡 好了 中间C位的羊头 这个羊头是刚才跟大家说的 是一皮两半的 里面羊脑羊头肉全都有 我觉得羊头好处的地方就是 它是肥瘦相间的肉 而且它带着皮 我觉得带皮的羊肉最好吃了 而且这个羊肉里面是带羊脑的 我一直想吃一次羊脑 但是从来都没有吃过 尝尝羊脑 羊脑会更碾一些 黏乎乎的 我觉得没有猪脑好吃 可能它不是做的那个香辣的那个味 如果它能取出来 然后直接淋上那种辣椒油 或者皮鲜豆瓣酱 做成香辣的那种 我觉得那样会好吃 如果这样干炖的话 我觉得一般 羊蹄吧 因为羊蹄本身都是皮 然后就是皮和筋 它胶原蛋白很多 所以嚼到嘴里那一瞬间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 就是满嘴都充满着胶质 就是黏黏的那种感觉 这个羊蹄它是没有什么味的 你应该蘸这个蒜泥 或者是这个辣的汁吃 好了羊蹄也吃完了 我吃这个 童心碗蒸高羊肉 这个童心是一个地名 就是也是宁夏特色的一道菜 这个羊肉是蒸的 我刚才说了嘛 点了四份 然后它会配四个这样的小花卷 小花卷都已经吸收了那个汤汁的味 真的一看就知道是小羊 它的羊排上面的骨头 比我小拇指都点细 筷子头那么粗吧 这道菜可能是因为是小羊的原因 而且是蒸的 所以它并没有那么删 我到现在为止 真的最删的就是这个羊骨了 挺大的还行 只要吃羊肉的人 应该都可以接受 喝一口 感觉这个汤特别的鲜 我觉得不删 很鲜美 鲜甜的那种感觉 羊杂碎 听说宁夏的羊杂碎真的是一绝 就是吃宁夏菜一定要吃羊杂碎 所以今天点了一个锅仔羊杂碎 这样的大锅的 可以看到里面 不止有我们平常吃的羊杂碎那种羊肚啊 羊肚啊 羊肺啊 还有一些面碎 就是很吸汤很入味儿 鲜夏的羊杂碎啊 其实有两个特点 它是用羊头骨熬汤 然后加入那种大麦粒或者小麦粒 放进去呢会更提香一些 我觉得羊杂碎比羊杂汤好的地方就是 它的料更足 羊杂汤就是主要喝汤 羊杂碎呢就是主要吃里面的杂碎 下一道 再就剩两个主食两个凉饭了 这个主食叫乔麦卷饼 这种面就是会很软 现在已经没有一开始刚上的时候那么烫了 那么热了 但是吃起来还是软软和软的 像发面一样 这个面很软 这个宁夏枸杞苗 它是用蒜拌的 吃起来还不苦 就是进嘴那一瞬间它不是苦的 真的好像半波菜 但是你都吃完了之后 嘴巴里都没有东西 你再回味一下 它会稍微有点苦 而且它没有用过热的条味 可能你就加了盐 香油 还有一点点蒜泥 可能就是为了让我们 主要吃得到菜的味道 下面这道凉片 大五口凉片 里面也是放了甘蓝 黄瓜丝 胡萝卜丝 然后还有凉片 这种凉片跟北京凉片不一样的 就是北方的凉片多半是用麻酱调的 他们就是主要靠它的汁 它不放麻酱的 好好看哦 花花剧剧 烤装一起身一下 我就把这个烤花膜给大家一起吃了吧 这个烤花膜里面是一层一层的 各个颜色的 有绿色的 黄色的 白色的 然后外表很酥脆 是烤过的这种 这烤花膜好吃的 里面是甜的 外表很酥 一咬咔嚓咔嚓的那种酥 中间特别软 它每次配上这个凉片真的好好吃 那今天十二小块已经都给大家尝过了 然后开始到了 那就以后这样吧 我们定个规律 就是说以后 不管我点多少菜 就是所有菜都介绍完了的时候 我就开始说弹幕话题怎么样 那就今天的弹幕话题就是 如果可以灵活互换 你想跟谁交换人生 哪个哪个人生 弹幕开始 我不要 我不要跟别人互换人生 我又吃不胖 我个子还高 我还不长痘痘 我觉得挺好的 但我这样的女孩子真是太幸福了 我才不要跟别人互换人生 便宜了别人 这个手抓肉真的要给好评 就是虽然没有一开始烫了 但是它吃起来羊肉味十足 而且肉质好香 入口即化为油的那种感觉 你看没有做浆瓣啊 就这点好 尽能吃到当地正宗的东西 特色的东西 而且它真的不贵 比如我今天这一桌才花了800块钱 800块钱对我来说 吃一餐真的挺便宜的 而且肉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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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横啊 这个红油的蘸汁下面也是有酸 这种啥过的羊脖肉啊 外酥内软 真的好像烤的 其实大家如果还想看我吃 什么地方的特色菜 我可以跟着大家说的 然后找一下有没有这个地方 在北京的朱金曼 我还是会再去的 我就算再喜欢吃羊肉 我看见那有个羊眼睛 我不会吃的 可怕 我不要吃那个羊眼睛 我要评价一下我今天心目中的这几两菜 我觉得最好吃的先是这个手把肉 然后就是这个羊脖两吃 第三是这个正高羊 和它吧 并列吧 然后是大午口凉皮 和这个爆炒棒的肉也行 它俩并列第四 羊头我不推荐 羊蹄呢就适合 像我刚才说的 适合下酒 小伟想吃下你的夹啥吗 你赶紧试试 这像是在吃东西 那其中现在是在拍照 这有肉 这个我摘一个 行 这个我来一家 小伟你多加一两片 两片超好吃的 你咋还上桌呢 开玩笑就会吃 把这个童鲜蒸羔羊给妈了 这个旁边还有蜂蜜啊 这蜂蜜都快滴下来了 我前的牙摔着就疼 其实刚才说过 因为我没有吃过宁蝦菜 我不知道正宗的宁蝦菜是什么样的 但是作为一个爱吃羊肉的人 我觉得今天这菜还不错 其实之前也吃过太阳肉 但是吃的是那种烤的太阳肉串 虽然说感觉没有什么山马 可能是因为调料的味道掩盖出来 但是真的是每次吃完 就是那个太阳肉串之后 回家那个衣服上 那个烧烤味真的是 下面蓝银铛的其他仙二连三的 你们都可以清盘了 这个里面的粉条我都已经调完了 还剩一些葱啊什么的 我就不吃了 小伟你吃饱了 没有 你来吃 再咬个羊皮吧 小伟眼睛都直了 大家如果想来吃一下 明夏猪精办 就一定要趕在中午两点之前来 我们今天是一点到的 一点多他的厨师就下班了 两点之后服务员就都已经下班了 我们现在包间里找服务员都找不到 小伟 吃了点羊头 吃了三个羊蹄 其他的菜每样夹了两口 不少了 十二个菜呢 今天满足了粉丝们让小伟上桌吃饭的愿望 这花膜泡在那里好好吃 本来说吃完宁夏菜之后最后一定要加一碗八宝盖碗茶 但是今天没有点到 所以最后就用这个羊大碎汤结尾了 先最后一口 好了吃完了 今天第一家猪精办 宁夏猪精办 在宁夏大厦 打卡成功了 像今天开头说的嘛 在北京就一定要应用在北京的优点 所以我要从打卡所有猪精办开始 那就跟着我一起打卡所有北京的猪精办吧 快上一分钟 拜拜喽 哈喽大家好我是大卫mini 大卫家族征集的视频了 只要你是vlog小能手 美食活地图 旅行见王者 创作达人拍摄发烧者会那么点剪辑 你就是我们要找的最亮的仔 投稿视频内容最少三到五分钟哦 如果你的作品入选 就可以获得一千到一万元的现金奖励 并且有机会成为社交平台头铺大V 快来加入我们吧 偷偷告诉你提高命中率的玄学 记得附带个人简历和联系方式哦